有酒有朋友 没酒没朋友 要吃就吃 点菜就点 烧烤火锅 饶得了 刚油脂 侵入我们的内脏 可能会造成心血管疾病 体脂率 从46.2% 掉到 哈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崇崇 唐崇胜 这阵子 MBTI的人格测验 非常的热门 不让您做过了没有 我们有没有什么可能说 因为我们这样的性格不同 然后有什么原因 会造成我们体重失控呢 来 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 我们一位专业减重的雷医师 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来讨论好不好 欢迎雷医师 大家好 我是嘉医科雷勇招医师 这个MBTI 跟我们肥胖有什么关系 那您是哪一型 我看起来很疑 但是我怎么做 做过很多次 我都是I 可是你讲话看起来 是很外放型的 就是工作的时候 跟大家在一起 但思考的时候 要自己是个人 我们两个今天刚好 代表不同的主题 对 我外向你内向 是的 有没有什么样特殊原因 在我们两个不同类型的身上 然后会造成我们体重失控 像我这种 一型的人 我们在这个聚会上 要吃就吃 点菜就点 烧烤火 锅烧热 来啊来 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基本上其实都是 其实像我们去吃的那个西餐厅 它常常都是 面包的台语 中西 胖 面包其实都是 精致电粉 聚会要助性嘛 对 大家都会免不了要来一杯 有酒有朋友 没酒没朋友 但是呢 其实酒精另外一个问题 除了酒精性脂肪肝之外 另外呢 这些代谢不了的酒精 会堆积在我们的肚子 轻入我们的内脏 就会囤积成内脏脂肪 所以我们说的啤酒度 是真的跟酒精有关系 而那是外面看起来啤酒度 其实里面都是内脏脂肪 所以注意了哦 喝酒是一个大地雷哦 那像您这样 喜欢自己一个人 在家里头追剧啊 创作啊 滑手机躺着 自己在家吃饭 就不容易超标了 不不不 家里其实是一个很大的buffet 你坐在电视机前面追剧 就好比你拿爆米花 进去电影院看电影 在家吃的东西 反而比你在外面就会 总量要来得多 老公帮我拿下 源源不绝的会有食物在你的前面 在家里追剧 这种静态生活的更可怕 重要的还是 不管一型还是I型 要怎么样来判断说 我的体重到底有没有失控 bmi大于等于24 就是果种 大于等于27 那就真的叫肥胖 除了这个bmi值 这我们都知道的 还有没有其他的指标可以看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量腰围 量腰围就可以知道 因为它可以反映 这个内脏脂肪的多寡 内脏脂肪本身是引起慢性病 一个重要的元凶 男生大于等于90公分 女生大于等于80公分 其实就是肥胖 我们俗称中广 现在很多诊所都有配备 这个inbody的设备 inbody的好处是 它的表单上 还有就是内脏脂肪 非常准确 所以最基本 如果没有时间去 自己在家量腰围 卷尺或是皮尺 家里一定都有啦 那刚刚医师有提到说 这个说内脏脂肪多 容易引起慢性的疾病 这种慢性疾病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设定 减重的目标 才能够摆脱这个可怕的 内脏脂肪 内脏脂肪高 可能会造成身体发炎 而且造成三高 还有一个很严重的 叫做心血管疾病 但是只要你减5% 这个心血管疾病的 风险会少很多 就光减个5%体重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如果你觉得 你自己有肥胖的问题 或是这个健康 已经在亮黄灯 或红灯的状态 可以开始制定 你的减重计划 所以是不是能够 藉由今天这个机会 任医师跟我们推荐 快速安全 但是还要有效的 减重的方法或是手段 当然 快速有效 安全很重要 但其实我们治标 还是要治本 当然 今天为什么你会胖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 饮食习惯 我喜欢朋友聚会 吃饭 不可能叫你不去聚会 很痛苦 食物过多或是过少都不好 饮食均衡 最好的状况就是 按照国建署建议的 我的健康餐盘的原则 最重要的油脂 就是刚才您的外食的便当 太油的东西一定要胜选 如果确定晚上 或是宵夜真的有这种啪的时候 有菊了 怎么办 我会先问一下 那你中午吃什么 当然是要把中午跟早餐的热量 扣打升起来 要留个晚餐 都知道晚餐是大餐了 那现在我很清楚说 我们这种一型 那像您这种比较哀型 内向的要注意什么 一般来说还是希望自己的运动量 可以达到成人每周 150分钟以上中等强度的运动 那我会建议我的整友 三餐饭后 站起来走你的家里 10分钟 这样就可以了 两首歌的时间 1到5钟150分钟 6日还可以休息 这样听起来我们减重 要做到真的还不容易 现在其实在我们医生的帮助下 其实可以轻松的 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的这些 没有克制力的 没有时间 没有养成这样习惯的朋友们 来 重点来了 我有一位病人 他真的工作非常忙碌 那他最困扰的问题就是 他有一个呼吸睡眠中止症 一开始他只设定他要减20公斤 他非常的持之以恒 在10个月内减了40公斤 体脂率从46.2%掉到27.3% 几乎砍半 原来困扰他的这个睡眠中止症 就没了 我有胖过 所以胖56公斤 坦白说你每减5到10%的时候 会卡卡的 卡卡的找谁 找雷医师 可是卡关当你靠饮食 靠运动或是意志力 出现问题的时候 后来你怎么帮他解决的 其实我们评估他的生活形态 觉得最适合他的 是用最舒服的减重症剂 那这边跟大家介绍一下 目前台湾合法的三种药物 这个肠密素它蛮特别的 它是目前台湾唯一 唯一 针对内脏脂肪 最有证据的一个方便的药物 而且不但改善内脏脂肪 也可以减10%的体重 就靠这支针就可以了 一天一次 它是帮助抑制食欲 还有减缓胃排空的速度 它还是会饿 但是你吃到原来一半的量 就会觉得很饱了 可以了 再来因为它常常都是要外食 可能这种便当比较油腻的 我们有提供它就是一个 排油药的选择 一天要吃三次 但是用了之后 这个油痞的情形有点 让它不方便 所以这个它试了 不适合 那就改掉了 后来有一个上市的 抑制食欲的同服药 我们也有让它试试看 结果没想到这个后座力太强 每吃必吐 所以又回到 我们还是让它 整剂 对 整剂是比较舒服的 其实要这边 一定要特别提醒大家 除了这三种药物之外 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的诊友 莫名其妙地在吃一些 广播来路不明的药物团购 太多了 一直问我们 打针吃药会不会伤肝伤肾 我其实很想跟他说 你的来路不明的药品 跟那些断七八糟的保健食品 才有可能会真的伤肝伤肾 合法的药是最不伤肝伤肾的 政府跨不得紧了 所以从今天开始 各位想减重的朋友 你们多了一个专业的选择 雷医师他不只是医师 他也是过来人 减重的问题交给他就对了 希望大家都能轻松减重 而且减掉最应该减的内脏脂肪 对 是 从此跟很多的慢性病 Say goodbye 我的轻盈减脂神队友 立即来咨询专业的医师 让我们一起轻松减重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